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8月16日 已經是星期五 北戴河會議應該就結束了 現在我們 傳出北戴河會議裏面 一番連番的惡鬥 主要就是 習近平的力量 仍然當然是不會在以待斃 你來鬥倒我 你要取代我 現在集結了的是一群元老 以及軍方 很多人說 你拿著軍方就兇了 問題是 中共始終是黨 領導 軍隊的 如果你黨裏面得不到人支持 你純粹以一場軍事政變 你可能可以血腥屠殺 但是 下面 很難管治 他們 都是 始終是共產黨 始終是黨性大的人性 所以 所以 始終他們 是用這個黨裏面的方式解決 現在 他們就說 北戴河裏面有很多元老發言 首先 蔡奇 李強 丁薛祥 這些都是有發言 然後 超過100歲 百多歲的宋平 當然他已經說不了話了 叫他的秘書幫他讀他的聲明 還有 還有 朱鎔基 溫家寶等等 都有發言 還有王岐山等等 他綜合了幾個表演 元老也認為習近平犯了嚴重的錯誤 但是沒有人去追究責任 或者認為他一定要立即下台 意味著 中共這個領導人 無論犯了幾大錯誤 由於他是黨國的面子 所以也不敢動他 其次 就是 李強 蔡奇等等 仍然是效忠於習近平 也主動承擔 責任 就說 最壞都是我不關主席事 是我們錯 是我們做得不好 而元老 也沒有說要推翻他們 當然 現在的制度可能也需要改變 實際上 中共一直以來 在爭論什麼呢 整個大學會議 就是在喊緊要集體領導 還是定於一尊 因為習近平的一尊很容易犯錯誤 這個也是跟當年老毛一樣 所以才有鄧小平 八老治國 中固會 權力將他分散 在鄧小平年代 先後由李先念和楊尚昆當國家主席 而鄧小平沒有做過國家主席 也沒有做過黨主席 也沒有做過總書記 鄧小平當時做過中央書記處書記 但是沒有做過總書記 總書記 一直以來 當時就由胡耀邦做 趙紫陽做 而他是沒有做過的 他只是拿著中央軍委主席 但是你看到以前 軍委主席 總書記 總理 以及國家主席 是分開人的 即是說 權力大家 不可以高度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這次其實是咬來咬去 北戴河會議也是咬這件事 習近平團隊這次遭受到一次挫敗 元老也再有發言權 即使接下來 即使結束了會議 即使接下來的政局 習近平不能夠再一言堂 不是你一個人說了事 然後 馬上傳出了 這次 北戴河有八條的共識 這八條共識 是習近平 整個派系 和元老 以及軍方一方 妥協的結果 我們跟大家說了 這場惡鬥最終 出了八條共識 第一 習近平 在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上 過於強調核心威權 錯誤嚴重 在政治經濟外交軍事上 都給黨和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要做出深刻的檢討 要你寫悔果書 第二 中央 這個大方針 以及決策 不可以由一個人說了算 不可以宣傳 崇拜個人的問題 這些東西 領導人非工作性質的圖書不可以出版 報導不可以宣傳 跟工作無關的事跡 強調 集體領導仔 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 要有前期的調言 要徵詢老同志的意見和群眾的意見 老同志出場了 即是你們要尊重我們 別以前一言堂 第三 強調黨政分離 黨中央負責重大決策和方針政策 國務院相對獨立地處理國家行政事務 黨中央 不可以干預國務院的行政工作 第四 不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也不支持中東恐怖主義勢力 要修復改善和美國西方國家的關係 第五 尊重香港自治權 維護台海和平 不要激發和台灣 以及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的矛盾衝突 第六 以發展經濟 特別是民營經濟為中心工作 保障民生 不得暴力維穩 保證信訪通道暢通 打壓黑惡勢力 保證社會穩定 這件其實胡錦濤做的時候也做不到 一直都是維穩 一直都是打壓的 黑惡勢力一直都是你們養的 第七 幹部 要培養他們的梯隊 特別是黨和國家接班人的培養歷練 黨和政府用人原則要五胡四海 不得以個人為中心 任人為親 形成幫派 第八 政治體制改革要提上議事日程 提升基層民主 黨內民主 要用制度保證民主程序 共產黨人要搞真民主 否則就是背叛人民 忘記初心 然後 必然會被中國人民拋棄 和推翻 然後他們有附加條 北戴河會議形成一個制度 一年要開一次 退休之後的國家級領導人和現任中央常委參加 主要職責是對現任中央政府進行監督 對重大錯誤進行問責 造成無可挽救的重大錯誤 要責成現任領導人的檢討 甚至改正 或者引咎辭職 然後傳出 還有很細節的內容 傳出 參與的人員 有退休或現任正國級的中央領導 民主黨派第一領導人列席 即是八大民主黨派的頭頭 彭麗媛作為中央應急領導小組組長 是特別出席的 由於彭麗媛列席 所以鄧家和江家 以及毛家 分別都有派代表 鄧家派鄧朴方 江家派江綿恒 毛家派毛新宇去參加 一家就有一個人代表 胡錦濤呢 胡錦濤沒有 這個沒有說了 程序就是每人說一件事 發一次言 每一個發表 言論之後 他 也可以 有限定時間之內 可以評論的 10分鐘 整個會議內容 實際上 接下來 如果是真的按照規矩行 跟中共之前宣傳的一樣 我們尊重基本法 我們維護國家完整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全部都是套話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也很懷疑 好了 這次北戴河形成一個上述八項共識 其實 你覺得習近平 會不會同意這些共識呢 同意了又如何去執行呢 如果中間有些錯誤 改正 例如香港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 你們是不是要修正對於香港的立場呢 在香港的政策 完全是錯了 現在為甚麼你們會被全世界針對呢 你們跟西方國家反了面 就是因為香港搞壞了 你們把所有的以往 共產黨藏起來的假面具 全部丟出來 把真面目呈現給人看 這八條共識 當然 聽起來好像很像樣子 問題就是 會不會是有些人 想出來的呢 想他這樣做 現在問題就是 習近平是不是真的會妥協這八條共識呢 還是 好像共產黨一樣 先跟你 先跟你說話 答應你 甚麼都答應你 轉頭反口 你吹他 是不是 現在我覺得 習近平答應著先 之後反口的機會是不小的 答應了又怎樣 中英聯合聲明就簽了約 聯合國也吸引了 別一樣反悔 之後還有歷史文件 這份東西 更加可以說 大家都沒有簽名的共識 又沒有簽字作實 口吵吵你說也行 你要我拜你做阿哥也行 所以 我認為 這次也是 外面坊間 不過這次 裏面的內容更加具體 有了所有細節 而且 不單止是這樣的 他們還有很詳細的 領導發言 例如王滬寧發言 蔡奇發言 李強發言 還有 溫家寶 朱鎔基的發言 也有 這件事 令我聽得很詫異 如果你真的作得好 都可以作出那麼多東西 真是很本事 不要緊 我們 照樣把 現在在傳的 傳得好行的事 告訴大家 大家有個心理 準備 實際上 鬥爭是一定在鬥爭的 不會一帆風順的人 尤其是共產黨的鬥爭 一定見血 就算不是見血也好 他們不會即時把血流出來給你看 即使是裏面 動刀動槍 都是掩蓋的 我們可以知道 盡量在 公開的資料 豬絲馬跡 發掘給大家 這節 北戴河會議的惡鬥 我們先講到這裏 明天 我們還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他領導發言的內容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刊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欣賞廣告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那麼多花 thought 結果是如果真的在酒店負責人 在酒店負責人 渡票 再說